而像阿年章善娘又努力的人呢 当然也很值得外界给予他的肯定 另外为了让社区内的长辈呢 有舞台可以展现自己的才艺 人舞区公所将在3月15号 举办第二届的社区社团特色才艺展演 以及环保宣导活动 而在事前记者会上 还邀请到老人社区学堂 带来舞蹈表演 并且还有八卦里带来的铁丝玉玲龙 场面相当的热闹 老人健康学堂的长辈们 不分男女一起跳着动感的舞步 为即将在人舞区举办的 社区社团特色才艺展演 即环保宣导活动 记者会拉开序幕 而且参加的活动 我们今年就比较多的社团过来了 也就31队 然后31队里面有社团 社区还有长青族 长青族就是65岁以上的人 相当多有八个团 为了给他们有一个创新 活动的机会 这次的热情人舞尬舞秀逸活动 将于3月15号 在人舞里里民活动中心前广场举办 当天一共有31队 在地社区社团参加 分为社区组 社团组 还有长青组 要带来才艺一绝高下 记者会现场八卦里 抢先带来替塞有玲龙的表演 大家好 我是人看人的了 鬼看鬼拐的的的的 大家好 我是人看人 鬼看鬼拐的的的的 我们的主题最主要是要 把人舞区这几年的建设成果 还有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 透过电视里面那个替塞 有玲龙的表演方式 以辉鞋斗趣的模式 来呈现我们人舞区的建设成果 和未来的发展愿景 好玩 好玩 很好玩 会带给很多笑点 会带给大家很欢乐 我是人看人的 鬼看鬼拐的日本 真的是天大的挑战 因为从来是很严肃的人 然后这次可以牺牲摄像 然后可以弄成这个样子 这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让社区长辈 能用舞台展现自己的才艺 人舞区工作举办第二届的 才艺高业比赛 活动中更有人舞各社区的 社区发展协会成果 以及农特产品展售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前往参加 港东西王黄子仙女中益 采访报导